今年的年货还真的有点不一样啊 如火如荼的特产大摩底 让各地网友都签订了上网互不扎心条约 毕竟曼月梅让东北兄弟泪目了 鱼子酱让四川朋友无奈了 南美对瞎让甘肃网友震惊了 但是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买年货的新思路 除了常规的瓜子零食打喜价 把各省鲜为人知的特色产品当作年货来置办 似乎更让人眼前一亮 再给大家安利一些冷门各产 一道广西除了臭香臭香的螺丝粉 十块糖中间有六块是他们砍甘蔗炸出来的 云南除了鲜花饼 更是承包了全国99%以上的咖啡 全省种植面积占到全国面积的70% 产量也占到全国的83% 而在河南许昌的假发远销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0% 当代年轻人突然的烦恼 想必在这儿能够得以解决 关于钻石业内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人造钻石看中国中国钻石看河南 咱们就说今年过年搞几颗小钻石手饰 送礼物当年货这看着都倍儿有面子 我今天的年货清单就要加上 湖北的金银花鹿三文鱼 一整个期待新年吧